我的花卉都是来自于生货 从写生烤整理过来的 这件作品我在表现花卉的时候 强调它的伸展感 这种色调非常的柔和 勾头也是采用浅浅式的勾头 小的花多 但不能让它乱 就一朵一朵在一起 它形成一个整体 把水彩和中国摸骨的这种方法 揉在一起 就形成一个在磁器高温 右下彩特有的一种风格和形式 我们把这个磁器的效果 做到其他的绘画的这种画种 不能够替代 而且这个颜色呢 我们在画的时候 不是画一个片子算一个片 它有做很细烈的事业 画完以后 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没法修改 造型是更美的 我们所有的造型 基调是以原型为主 所有的造型 这个线条的变化 它是非常优美的 张弛有度 这个瓶 它整体是非常简洁 小底 大口 这个边上这一条线 这条线可不好弄 又弄到大家都感觉到很美 恰到好处 所以我们对造型的要求 用眼睛来看 视觉效果才以毫米计算 每一个时代都会留下来很多经典的造型 暗光瓷的整个造型能代表现在这个时代的审美 它就得舒服 把一切该剪的全部剪掉 留下来是它最主要的东西 我们作为东方的艺术家 又跟着在明州的审美技术之上 充满着艺术的形式感